Tommy想問一下物流股前景 他說如果說環球經濟好的話 現價收集物流股或者航運股是否一個時機呢? 如果是有沒有什麼推介呢? 他就想問你2618或者2130怎樣分析 另外可不可以講一下3124 應該是ETF來的 是,我想首先講整個航運或者經濟層面 我覺得這樣說,經濟前景其實我自己就覺得環球上來說 不是非常之強,就是一般般 也不會說特別頑皮,但是是否真的很強呢? 也不至於是,所以對整個航運板塊 如果真是輪水層面那邊,即是從經濟角度來看 不是真的強得不較慣 但是為什麼很多的物流和航運相關能夠這麼強呢? 無論你說股價或者實質看現在可能運費都這麼強呢? 其實各位都講了,主要是近這段時間 就是過去這半年都是供應鏈那邊的問題 是干擾了,就是反而供應那邊 因為一來疫情,二來可能有些人都不能上班 所以令到那個供應鏈真的有些影響之下 才扯高了運費 所以反而近期你說航運股這麼強呢? 是運費大動,但是運費強的背後主因呢? 是供應那邊多於水塘那邊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實際的前景呢? 未算是非常樂觀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才負責一些航運相關的話呢? 剛才你也提了幾隻或者物流相關 提了兩隻2618和2130 我自己就一向都幾乎一隻2130 交換物流 就是雖然他就跟一般的航運 或者其他物流股 又說這個業務上有一點點不同的 其實我自己也會覺得他呢 說真的,如果運費性對他不是叫有利的 因為他很明顯是做物流的嘛 就是這個運費性其實除非他轉嫁到的 如果不就自己硬吃的了,那個成本 但是真的恨到他是轉嫁得到的 因為其實他做的一些的物流業務呢 很多時候找一些比較叫高端的奢侈物 譬如一些很大的國際品牌那些的產品 可能運去到地也好 或者是找一些很高端的紅酒啊 很貴的東西也好 那這些呢,因為其實這麼高端的奢侈物 可能真的通關那邊呢 其實是不跟你運一般的物品的 如果你過關,這些物品會檢查得嚴謹一點 那所以很多時候很靠這間國際物流公司 跟那個通關、報關那些的關係或者那些東西 那因為加盟物流一向都是這個行業 就是高端的奢侈物品裏面做得很久 那所以其實他們通關、報關呢 是相對會是彈性上高一點的 那所以這件事來講會做就了它就是啊 為什麼就算現在運份運價那麼高 但是他們繼續有生意做或者能夠轉嫁出去呢 因為如果你以一些奢侈物公司來講的角度 你不找它運呢,你找第二個運呢 就算你肯給貴一點都可能他們都過不了 那所以這個東西會令到加盟物流的業務呢 是保持到的 那所以為什麼股價一直以來都屬於比較強呢 我覺得都是有這個的解釋 還有它很強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過去就算那時要跌 它一、二、月其實都是一個整顧 用一個整顧來替代一個下跌 那所以本身的價格都比較強 那當然去到這些價位啦 那始終都近過去差不多11元那些高位呢 一下子又未必那麼容易衝穿到住 那我覺得這些位置才去搏呢 又似乎是略嫌遲了一點點 雖然那個勢是OK的 那我覺得兩個準備啦 如果它真的能夠升穿到過去 就是11元那些高位 就是破到位的你才在序 這個是第一手的就是考慮位啦 而第二件事就是如果破不到的 我寧願等它下來先啦 譬如可能下10.2、10.3這些位呢 才做回那個考慮會比較好一點 那但是如果剛才提到這兩隻 比如2618和2130 我會比較傾向選擇2130先 那ETF有沒有對不對呢?3124 如果以3124當然啦 本身的業務或者主題呢 都是電商物流為主啦 前景不是說頑固 那但是始終它弄呢 不是說只是物流相關股 你看到也有些電商股在裡面 那這件事其實都會是影響著自己的因素啦 一來如果選擇內地的電商公司 可能都會有些政策上的困擾啦 二來其實本身整個電商行業呢 那個競爭是挺大的 那其實那個實體的利潤空間呢 是有一點點受壓的 那所以如果你論行業前景不是說頑固啦 但是是不是處於一個 好像早幾年那麼高的增長呢 我會有一點點的疑問啦 那還有始終這隻ETF呢 其實本身那個交頭不算太活躍 就是你過去看圖都看得到 那雖然如果你說買不是不行 那但是一樣啦 我想分住去買呢 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以叫減少一個可能流動性 不是那麼強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嗯 好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